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 继续给大家看看国战 今天四场国战的话 由陈锋 艾斯宝宝和温女心动 导村宝月提供的 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 那么今天这几场主要全是龟缩 这个看看龟缩的攻敌 就是于温得利 坐山观虎斗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 第一局在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主视角有群雄的选项 那么我们选了一个大嘴跟独菜 大嘴跟蔡菜 那么一般选出来的话 蔡菜还是只要亮出来之后 还是有所作用的 那么一般人不会去砍你一下 那么三号位这边盲兵下位 下位紧接着来十倍凤凰 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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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那么也不排除其他瞎挂闪电 你如果是属国你挂这个闪电的话 就纯粹有点坑爹了 那你也不怕有教主跟司马在 你即使诸葛控闪电 那人家一个改叛就要你分分钟挂鼻了 所以这个地方闪电差评 如果判断正确的话 紧着再看 那么这个地方三号位跟四号位 已经进入死科的阶段 孙侧一刀决斗被带走 首先便当走你 注意一下你这个小桥不亮 你这九肯定是过拆 肯定是弹不出去的 那么这里果然是诸葛 那么四血诸葛主将应该是明了 关二哥 这个应该是二哥了 两点五血 这个很正常的 那么一个闪电控场控住下架 看来这是刚才闪电是明的 放了四张牌在排队顶 一张在排队顶 这肯定是有一张控下架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 把国家给逼了出来 这边逼了出来之后的话 那就是两属两位去私逼 我们群雄啊 就怎么做受余温之力啊 看看怎么做受余温之力 那么 八号位在这个地方 开一个万键啊 开一个万键 那么这个万键开出来的话 应该来说肯应该不太像卫国呀 不太像卫国 那么三号位没动啊 没动啊 黄中 九杀不杀出去啊 这里九杀竟然不杀出去 而那到底啊 这个时候如果还有鼠卧的话 他肯定跳出来给你帮忙的 肯定跳出来给你帮忙的 你这个时候不出来动一下的话 应该就是有点浪费了 有点浪费了 那么这里黄中打的有点心慈手软啊 心慈手软 那么这个地方乐不思熟啊 肯定 刚才啊 这边的话是明跳飞鼠啊 明跳飞鼠的 顺手大赚羊杀一刀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要不要亮将啊 要不要亮将看一看 那么火攻来一发 那么这个地方没有选择亮将啊 这毕竟啊 黄中那边还有个八卦 还有个八卦 那么这边乐的话 全根无乐 全根无乐 现在龟缩的话就是 我们肯定是明权 就剩下的两家的话 还不太明朗啊 不太明朗 一个大决动 那么真机已经被控到一血了 那我们可以啊 出来动一动了 出来动一动 而且这个时候有 铝布挂闪链 那最后一位啊 这个将应该是 可能啊 就是教主了 教主了 我们最后弓箭手 准备犯击 那么由于 老诸葛你已经是 空城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判断 这边是教主 直接一个大雷击送出去啊 该怎么死 就怎么死啊 那么这样还能收到 人头 最后的话 跃一又是被雷击送走 我们这边队友躺赢啊 啥都没敢躺赢了 所以这一局的话 龟缩就体现在我们这里吧 是吧 就是一个乱击啊 然后配合教主走一招啊 走一招 而且啊 诸葛真的这个闪电啊 挂的太差评了 差评了 你这个挂起来 我们教主刚才啊 可以拼你啊 但是我们这里 就选了一个龟缩啊 拼你也没啥收益 是吧 就直接选择了啊 看戏 看戏 所以第一局啊 我们主要是依靠大嘴和教主的归宿啊 打了一个最后一个小配合 直接带崩啊 直接带崩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场 第二场的话 这边啊 还有马老板啊 马老板啊 马老板 正常选将不同 定位就不同 那我们这边应该是啊 貂蝉跟教主的话 应该是主打输出流啊 主打输出流 马老板肯定是主打这个配合流了 配合流 好 那么这上来就顺了一个八卦啊 这个小招仇恨一下 然后后面的话 大家起起牌 来看看戏 起起牌 磕磕瓜子啊 吐吐槽 就这样了 嗯 那么一个南蛮开出来 啊 该酿的酿 那我们队友恐龙 先酿出来 那么郭恰啊 这个也非常的 也酿出来了 那这样 一群一卫 手尿 齐相 后面的话 这就开始撕逼模式了 撕逼模式 对哦 也真是 当然啊 卫国的话 一般还是比较 恶心的 那这个地方 一号位来兵我们 都不兵 这个肯定是 鸣跳了 鸣跳了 那么这里 继续杀一刀 那抽人一撂 接着哦 让你啊 让你杀 那么由于啊 国家已经被乐了 直接谈了一把国家啊 控你血线 没想到啊 人家有神速在手 乐不思蜀就不用管了 那么狗祸这个地方 两将许楚 一个火攻 送吕布 再控一下暗将啊 好评 结果啊 控的这个更加好评啊 曹逼在这里 直接一个控翻面 那么现在整体而言的话 应该就是 两边互相对峙啊 魏国跟我们这边啊 全无互相撕啊 互相撕 这肯定的 所以就是四打四的局面 而且有一点好处在哪里 就是说啊 这个 呃 对面啊 这个肯定就是中间的人啊 这个就不太好杀我们 当然我们也不太好杀他们 那么由于现在场上的局面 就是4v4啊 我们这里有离间啊 就肯定是稳稳的离间他们 稳稳的离间他们 主输出啊 主打输出 那么点尾一个过壳拆桥大决斗 拼出去啊 这决斗谁不好 你有这么多杀 就觉得一个庞德 觉得一个主输出的貂山不好吗 你要去搞吕不 自砸脚啊 这坑爹的坑的啊 所以啊 这里曹老板啊 真是 人有多大胆啊 就能砸多大脚 砸多大脚 那么解刀掳人 桃源结义 这个桃源差评了 差评了 卫国瞬间都满血状态了 这还怎么打啊 怎么打 其实这一把的话 整体有一点点难 那么注意一下 虽然整体有点难 但是我们还归缩了一个教主啊 归缩了一个教主 那么就希望这个八卦 配合教主啊 能不能打出一点啊 小高潮啊 能不能打出一点小高潮 吃我一鸡鸡 吃我一鸡鸡 这里的话 嘿嘿 等的就是你这一个 出其不易杀教主 所以啊 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醒啊 这个我们 各位大家啊 观众老爷们是吧 这个杀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特别是杀全熊 杀全熊 你有教主说着 你这没办法的 那么这边啊 董太师还有一个横针暴年 又是出人啊 出其不易的 来了一发 出其不易的来了一发 那么这里 董太师 由于是武将技啊 打赢 滑回了 那么杀一刀啊 杀一刀 纯粹就利用了这个啊 纯粹就利用了这个人王啊 刷个牌 那么再来一个调戏 这个调戏的话 就是控一下曹匹下侯敦 不然的话 你要控其他人 狗狗可以卖 国家也可以卖 所以这个地方最好的肯定是控曹匹啊 肯定是控曹匹 而且其他人先死 曹匹有刑伤的效果 所以这里啊 没这个打的应该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那么整场的 这里啊 替我挡着一个大弹啊 就把队友弹死了之后 弃光牌 然后借刀掳人 那这个地方队友肯定卢啊 有八卦在 雷公主 瞬间啊 一顿神操作啊 大卫瞬间覆灭 那最后就是全熊的天下了 那这个地方继续配合八卦 来一发 来一发 那么这个地方啊 赶上我们董太师 说不定手上应该还是有桃子的 还是有桃子的 这个地方就是说 防止把我们杀死之后啊 他可能就没闪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确实还有一桃啊 这个如果刚才八卦不中 我们还没闪的话 他肯定桃子救起的 那么这一局啊 卫无啊 输 一个就是我们这把龟缩 教主跟董太师都有收获 都有收获 首先最强输中就是教主 是吧 一个雷击 天雷住我 然后这边KLOE 小桥 来 来嘛 是吧 一个小桥大天香 那这些草皮阻了啊 不要就是说啊 卫国没桃子啊 卫国有桃子 这个时候就没桃子 和和斯米岛啊 那么董太师一写的时候 直接归缩啊 那就 来 鲁鲁鲁 横针 大爆年 横针大爆年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啊 第三局 第三局这边的话 徐生跟陆神啊 陆美人 年轻的美人 香喷喷啊 那么这里守卫啊 第一轮 我们这个速度快一点 大家起起牌 顺顺手 那边 离线又回来了 那我跟你讲 仇恨来了 哎 结果还没看 人家这个是 以德抱怨的 以德抱怨 借刀掳人 好会招啊 这个离剑之术 是吧 继续气 这个刀都不装 有点差评啊 好歹装上个五六嘛 那我们也气牌 那么 放出来的话 我们直接出杀了 直接出杀了 带我 看我的 大象 手鸟 为我 飞鼠跳起啊 飞鼠跳起 过河拆桥 嗯 那么八号位 气闪地 嗯 一号位 嗑嗑逃 那边直接脱管 放弃信仰 这个地方又回来了 一代牢刷起来 四号位 气杀 那么 这一局感觉整体有点慢啊 两一生四象 四象生宝宝 嗯 那么月鹰再来一发啊 月鹰 知己自卑 看底库 顺手拽扬 那边直接逃跑了 怎么鬼啊 怎么鬼啊 这可能家里有事 妈妈把网线啊 妈妈把网线 但是妈妈把网线 正常应该是离线的状态啊 那么 死虎可助我军大获全胜 死虎可助我军大获全胜 我们乐不苏手直接气一发呀 这个不管了 反正就看他们这个去撕逼啊 撕逼 以你之手啊 驱虎吞能之际 再杀一刀 那么这个地方冰凉的话 应该是明的 也是明的鼠国了 不对啊 刚才看过那个了 刚才看过底库的好像 这个地方应该是非鼠吧 应该是非鼠 你可识得此阵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队友跳出来啊 那我们可以慢一点啊 慢一点了 现在进入正式战斗的场面 那么由于啊你三鼠 毕竟啊 还是有人头的事 现在的话就是大家抱团啊 给打一打鼠锅 那么这一杀一刀救起来 狗狗的话再利用拼点啊 有万劲直接收人头 人头受不了 受不了 那么桃子救起来之后的话 这边闪闪闪闪 闪一刀 这边再杀一刀 驱虎吞狼之际 借力打力啊 这个地方利用了九刷三张 再来一个大决动 足 足不足 应该有桃吧 还有最后一桃 还有最后一桃 那么最后这个没办法 为了保全自己 只能桃源大结义啊 只能桃源大结义 你的计谋被我看破了 这个你看破你老婆的计谋 这个是正常的 正常的 你要看破别人的计谋 这就不太好了 知天意 知天意 逆天难 关心 这个三张牌放在牌队顶 远交进攻 刷一发 这个你怎么都不杀呀 直接起牌 什么鬼呀 什么鬼 这估计是掉线了吧 又掉线了 以一代劳刷一发 然后无中生游 再杀一发 控一下 反正把那边啊 卤掉 卤掉 控了一血吧 这边这都不干活了 都不干活了 那么杀一刀 月鹰 那么继续再来一刀 这下总该挂了吧 还不挂 该挂了 该挂了 我们送个助攻 送个人形给大卫 那么这个地方 雕虫小姐 过河拆桥 驱虎吞狼之计 那么这里啊 我们注意一下 这里继续控鼠 控鼠 天下大事 为我所控 来 过河拆桥 那么这里逃跑的 继续弃牌 孙策的话 也弃牌啊 打不到人 火攻来一发 火攻来一发 那么七个简易 缩牌 火攻再打一发 杀一刀 驱虎吞狼之计 打得漂亮 那么这个情况下 我们最后一个队友出来了 那这个情况下 应该刚才来说 驱虎吞狼之计 打鼠肯定是在的 那么现在 其实应该来说 鼠将啊 这个打明面的五国 肯定没有问题 那么你卫国的话 你鼠卫之计 应该是要停止啊 互相撕逼了 你这个诸如 还去搞卫国的话 差评啊 差评 这个地方 你不控暗将 也就罢了 你这个地方 肯定要去控一下 五将啊 你这个直接 还在跟卫国司的话 这个就是 两边都不利啊 两边都不利 那么 狗祸 直接啊 AOE爆发 收走 蜀国人头 然后又强控 我们的队友 扎拳啊 强迫 强控队友扎拳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直接一个无懈 这样的话 你卫国跟蜀国 应该是没有多大的优势了 没有多大的优势了 我们直接 这里刷一个牌 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远交 没有出来 酿将 因为这个地方 能刷牌的话 就是夺势啊 能刷牌就是夺势 夺势啊 但是 泰斯斯 他肯定拿不了牌 所以也就起不了 防御的作用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直接选择了 继续归缩啊 继续归缩 这个应该是这么考虑的 因为刚才的话 这个人头也控不住啊 控不住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酿疑神了 疑神可以酝酿了 这个毕竟的话 是吧 队友打一发 这时候队友有手牌 可以酿一身啊 控一控 那么夺势 你还去收这个人头 哎 这个不说啥了 不说啥了 那么最后的话 肯定就是我们龟缩赢啊 肯定是龟缩赢啊 手牌这明聊 那么最后远交进攻 来一发 拆一个 以一代牢 大家来刷一刷 再以一代牢 再刷一刷 那么手上的手牌已经是可以收掉狗过这边九杀直接带走 所以整场的话 最后啊 祝容打的是差平啊 这便宜了我们龟缩的 那一波啊 大一代牢 直接刷刷刷 这肯定就非常简单了 所以这里最后 败 就败在了 这个 祝容这边啊 有两屋在场上 他还去搞魏国啊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看不清局势啊 看不清局势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的话 这边 我们是一个魏国的 点点跟狗狗啊 斑点狗 斑点狗 那么点狗的话在这边的话 你的技末败之后 旋 哦 旺系啊 那么直接闪掉了 百步穿羊啊 这样的话 酿出了两个小猪狗跟独菜啊 小猪狗跟独菜 常常我飞刀的厉害啊 搞一搞 一个大翻面 三号位的话 刚才 哎 刚才太快了 是不是知己知彼看过了 看到二号 死果可助我军大获全胜 死果可助我军大获全胜 然后一个旗无杀啊 直接喷走 直接喷走 走你 走你 人家这必尽量的三个鼠枪 他要是鼠枪的概率啊 还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 那么这里董太师杀一刀 小胖啊 小胖 这个为了啊 打鼠啊 不遗余力啊 直接 祈祷 那么请助我一臂之礼 那么太师斯孙策 一对好季游啊 好季游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借刀掳人 然后的话 杀也杀不到了 杀也杀不到了 那么八号 这边啊 直接选择继续归缩 那么归缩的话 肯定是飞鼠了 现在这个情况 肯定是飞鼠 那么白步穿扬 老夫最精彼的 统统给我拿过来啊 拿过来 火攻烧一发 啊 再来杀一刀 过河拆桥啊 这个也不是太用力啊 也没有太用力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也没有办法了 那么拖 一个拖啊 直接拖死了 直接把那边拖死了 那么现在的话 肯定还是属哦 你这边啊 人头占优 那么我们队友啊 这个比较惨了 比较惨了 娘鞋打工状态啊 娘鞋打工状态 这肯定是的 那我们这里啊 继续归缩啊 继续选择了归缩 远交进攻 杀一刀 吃个桃 回三血 但是没有装备的话 回合外肯定就是个脆皮啊 菜刀流 这肯定就是个脆皮了 贝贝挂上闪电啊 桃源结义 这都被打掉了 九杀来一发 那贝贝的话 这个人头 看看能不能下辽啊 能不能下辽 我们这边再杀一刀 这杀一刀的话 肯定是送许楚的人头啊 送我们队友的人头 两张牌送给他 这肯定没有问题啊 送队友 那么再一个乐不思蜀 最后的话 现在老夫静静平暖啊 那么火攻来一发啊 这样的话 许楚软士字啊 这士字就挑软的捏 这个时候就是面临了这种情况 面临这种情况 但是他这个地方啊 你不动别人啊 别人反而去动你了 去动你了 那么那许楚的境地啊 就比较尴尬了 就比较尴尬了 那么我们这里杀 反正也杀不了他 这个身份也不是特别名啊 那么这个地方注意一下啊 其实就是说其他势力啊 这个时候 暗制的一个将 也很难讲是什么了 那但是肯定是非属 肯定是非属 那你属国的话 就要去控一下旗号呀 控一下旗号的比较好 那么这个地方 由于刚才 是不是 以一代劳 万箭极发 反正我们这个地方 已经被看过底部啊 最后肯定要刷起来了 那么刷起来 忘记 卖一个 卖一个 那么有两桃的话 应该来说还算好 没拖到我们桃子 好评啊 再杀一刀 最后这种残局的话 我们两桃在手 还是不太虚的 不太虚的 那么这个时候 无中生有再来找我们拼点啊 那我们就 拆一个啊 桃子可起来 这个让你吃个菜 这个地方肯定是直接吃个菜 直接化掉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 龟苏头啊 一个体现的话 就是说直接让 其他势力啊 有菜在的话 直接让吃菜 应该来说是好赢的 最后面对火 火攻啊 火攻 然后又有闪 所以这个时候 有点拼天命了 有点拼天命了 那么 回到刚才有一个细节啊 我没有说到啊 没有点到 就是说 我们满血满仗带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队友已经是零首牌的时候 我们可以卖一发 杰命啊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 应该就是 讨论过啊 就是考虑的 就是说 卖完杰命之后 两个二打三啊 没有什么太多六优势 而且卖完杰命之后 许楚毕竟就一血啊 酿出来之后 反正是招仇恨 他并不一定能很好地回 把状态回起来啊 而且这边是面临双杀 双杀的威胁 所以的话 刚才啊 选择了直接把队友卖掉 然后最后面临这种局面 那么最后我们双将模式打你的话 而且有寻寻在啊 可以选择性的看牌 那这个你太子想要打我们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啊 没有那么容易 最后的话 万剑齐发啊 拆一个 然后顺手大专阳 桃子又回血满血状态 有八卦 这个你想要打我们的话 not so easy 那么有南蛮啊 南蛮肯定是续爆用啊 续爆用 再杀一刀 这个有顺手 有过拆 好评啊 有顺手 有过拆 好评 又有南蛮 过拆 这个直接搞你手牌了 南蛮直接带走 直接带走 非常好评 那么这把龟缩的话 应该来说还行吧 还行吧 就是感觉有点缩的太狠了 好 那么今天这四场国战的话 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